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我们这一个电路板又搞了好几期了 第一期我们修了之后通电发现不能 输出 然后第二期我们查自己震荡电路有一个电阻坏了之后有输出,但不能带负载 那么我们这期就把不能带负载的故障原因给找到,把它给修复 没想到电路板的毛病这么多 好,我们维修这回电路板已经是第三个视频了,由于这个板虽然不复杂,但是问题确实特别多 我们没看到前面两个视频的朋友可以去我的主页去找一下,我这个视频都是挨着上传的 那么在这里还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之前的两个视频干了些啥 第一个视频我们拿上手之后就简单的检查一下这些功率元件有没有明显的短路 然后呢我们给这个芯片的单独上了一个电,然后测这个芯片的输出波形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这边反馈的时候呢 这个芯片呢也能在这个反馈电压过高的时候也能关断这个输出,说明这个反馈也没有问题 那么然后我们检查这些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打算通这个电视,通电视的时候发现这个灯不能亮,还是没有输出 那么我们就到这第二个视频,第二个视频呢我们就一分析芯片正常反馈正常可能出现在这个字极震荡电动 我们就排查这一块元件 就发现这个电阻啊,这个EO的电阻损坏了,后来就换上了这个EO的电阻 那么当我们这个EO的电阻换上之后再通电 输出是有呢,空载的时候是24伏 当时我就带了一个这个灯泡 那么这个电压瞬间都下降到几伏了 那么就说明这个电源呢还有问题带不起负载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 维修一下这个带不起负载的这种问题啊 网上呢也有好多粉丝朋友来咨询过我这个问题 我一般回答就是说 这个东西凭空我也不好说 就是说当我们修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来给大家拍一个视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来怎么来找出这种 就是说带不起负载这种电源的问题啊 好,那么我们在检修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一个维修思路啊 那么这个电源带不起负载就说明它输出的这个功率不够 也就是说输出的这个电流不够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494这种电源芯片 它有一个电流调节的啊 一个有一个电流调节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内部是有两个运算放大器 一个是来控制这个稳压的啊 稳压我们上次搞了反馈 是没问题的 第二个就是一个放大器的就是运算放大器的 是来控制这个电流调节的 那么我们就要首先检查一下这个电流调节环动啊 当然 刚才回到刚才的话题 我们这个电源带不起负载呀 第一是这个电流调节问题 第二是我们这个驱动啊 还是有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的两个视频 首先这个芯片输出的波形是没问题 但是这个芯片 到这个 推动变压器 这个偶合变压器 这一块我们有检查 那个这个中间环节有没有问题 我们还不知道 然后这个字极震荡呢 它能震荡 这个芯片空载能输出这个电压的话 说明这个字极震荡是肯定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有两个点要查 第一是这个电流反馈 第二是这个 从这一块 输出的这个波形到这个驱动变压器有没有问题啊 那么我们首先来检查一下这个 呃 电流的这个反馈 这个电流反馈呢很简单啊 这里是这个 康通师 他从这个康通师来取的一个电流 这个信号 然后通过这边的这个电阻什么 一直加到这边的 15角 还是16角啊 这个呢我们简单的跑一下线路啊 康通师这边我们看这里一根细线啊 从这里跑跑跑跑到这里来 我们看一下啊 呃就到 到哪个位置了啊 我们用那个封闭档来测一下啊 这里啊 这是封闭档是响的 我们看到 呃这个线太多了啊 眼睛都看花了 到这里啊 这里 然后到这边这边我们看一下 他过了这里是直接加到这个15角 我们看这里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里是一个电阻啊 然后这个电阻的小电阻的组织是 五环电阻中黑黑中啊 是一个1K的电阻啊 我们就外表来测量一下 直接测啊 他这个元件比较少 我们直接测就完事了啊 我们把镜头拉高一点 啊 我们直接测这个 1K的电阻啊 用电阻的啊 500欧 0.5K500欧 那么比实际标准组织要小的话 一般电阻是不会有问题的啊 我们这个没问题 那么他通过这个电阻的直接加到这个15脚了 所以说我们这条自动就找完了 我们再看16脚啊 他这边还有一个线啊 从这里出发的啊 我们他 他应该是到16脚了 我们从16脚这个芯片的最后一个脚出发啊 就这个脚出发 呃 这里过来我们看也是一个电阻啊 然后往上面走的是一个电容 这个电容的话我们可以不用检查 这个电阻过来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呢也是一个1K的啊 是中黑红 我们也来测量一下 975 那么也是正常的啊 那么我们再看过了这个电阻 是否到达了这个 呃 抗通室这边啊 过来这里我们可以测量一下 我们用封门档啊 啊就到这边了 那说明中间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他是直接通了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电流反馈这边是肯定没问题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查这个驱动 到这个变暗器上面有没有问题 那么这种呢我们就不用万样表查了啊 这个测电压的话肯定测不准 我们直接上试播器啊 我们上试播器的时候呢 还是要用这个可调供电啊 这个是之前 第一个视频给大家说过的啊 我们就直接 给它供电啊 然后我们用试播器呢怎么测呢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11脚和8脚输出的这个信号正常啊 他这个信号呢是经过这个3G管 之后来推动这个变暗器 那么我们收件就来 测一下这个信号到3G管上面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这个3G管呢 靠我这边这个是G级啊 中间是几电级 最那边那个是发射机啊 因为我们这个镜头要对着这个 试播器的话 我就 我这边就给大家说一下测哪个位置啊 好我们首先测这个两个3G管的 G级啊 这是 这一个3G管 我们测另外一个3G管的G级 这是没问题的啊 我们测这个3G管的极电级啊 这个是这样的波形 我们测另外一个 诶 这两个波形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测了这两个3G管 中间这个脚也就是极电级的波形 两个3G管的这个波形按正常来说的话是一样的 但是 呃测出来的有区别 我们把两个3G管都摘下来测量一下啊 好这两个3G管已经拆下了 我们直接用万元表来测量一下啊 我们同样一个方向拿着我们测一下 这个角是G级啊 这是一个NPN的管子啊 正常 正常 诶 果然不正常吗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极电机和发射机 极电机和发射机漏电吗 啊 198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G级红表皮接G级正常 正常 我们再接极电机和发射机 你看这个它就是一个开路状态啊 不导致的状态 啊 我们再看一下 反过来测一下啊 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这个极电机和发射机它正反就有一个数字了 那么说明就是这个三机管坏了啊 这两个三机管是一模一样的啊 C2655啊 像这种情况的话 在路撤的话确实是撤不出来的啊 只能拆下来撤啊 我们换一个三机管试一下 嗯 这里有这个尿板拆啊 直接拆 这两个管子装上去了啊 为了验证刚才的说法呢 我们再把它调到这个撕波器上 我们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脚的波形两个管子对比一下啊 我们开始测啊 左边这个管子中间这个脚 大家可以我们调一下啊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种波形啊 我们测第二个管子的中间这个脚啊 我们看两个波形是不是一样的 关键 啊 大家可以看也是一样的啊 那说明这两个管子就 换好了啊 顺便在这说一下 有的朋友说这个 试波器修东西没用啊 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用这个试波器 测这个管子的上面的这个信号的话 是非常 准确的能找出这个 电路的故障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 通电 好现在这个值得亮了啊 我们首先测一下这个输出啊 嗯 这个输出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已经高了很多了 这个输出起来了啊 因为 他肯定是调了这个可调电 可调 可调电阻的啊 这有30伏的啊 大家可以看 啊 那说明这有变化 肯定这个电路板就已经修好了啊 好我们用个螺丝刀把这个可调电阻啊 给他调回来啊 调到24伏 好我们找个螺丝刀把它调一下啊 我们调这个可调电阻啊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调到24伏啊 26 25 24伏 好调不到那么准了 我们调个24多一点 2425伏啊 那么就 调好了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灯泡接上去啊 看这个电压还下不下降 如果不下降的话就证明这个板修好了 好这个灯泡接好了 通电 然后我们再测量电压下不下降 如果还是24伏的话 证明没问题 好大家可以看啊 24伏 现在就没啥问题了啊 之前一接灯泡的话电压就就 几伏了啊 好那么今天的好几个视频 这个 过五 过五关斩六将 一会是这个 致机震荡有问题 一会是这个 驱动有问题 终于把这个电源修好了啊 好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我视频朋友多多帮我点赞关注和转发 大家观看